第十二篇火宫 日者,月在机,必,亦,枕也 凡此四宿者,风起之日也 孙武说,凡是使用火宫有五种主要目标 第一种是用火烧敌军的人马 第二种是用火烧敌军的续姬 第三种是用火烧敌军的子种 第四种是用火烧敌军的仓库 第五种是用火烧敌军的设施 实施火宫必须具备条件 火宫器材必须随时准备 放火要看准天时 起火要选好日子 天时,是指气候前灶 日子,是指月亮行经机 必,必,亦,枕四个星宿位置的时候 凡是月亮经过机,必,亦,枕这四个星宿的时候 就是起风的日子 凡火宫,必因无火之变而应之 火发于内,则早应之于外 火发而其冰镜者 带而物攻,及其火力 可从而从之,不可从则止 火可发于外,无带于内,以时发止 火发上风,无攻下风 昼风久,夜风止 凡君必知无火之变,以束手之 故以火左宫者明,以水左宫者强 谁可以绝,不可以夺 凡是使用火宫,必须根据五种火宫所引起的不同变化而灵活不属兵力测应 一,如果是从敌营的内部放火,就要及时派兵从外面测应 二,火已烧起,而敌军依然保持镇静 我军就应该等待不可立即发起进攻 等到火势旺盛后,再根据情况做出决定 可以进攻就进攻,不可以进攻就停止 三,火可从外面放,这时就不必等待内应 只要适时放火就行 四,火宫从上风放火时,不可从下风进攻 五,白天的风如果吹得久了,夜晚的风往往就会停止 凡是军队的将帅,一定要知道这五种火宫的变化 等待条件具备时,再进行火攻 所以,用火来辅助军队,进攻的,降帅其效果显著 用水来辅助军队,进攻的降帅,其攻势加强 谁可以把敌军分割,但却不能用来夺取敌方的物资 复战圣攻取而不休其攻者,凶,命约废流 故曰,明主律之,良将甚之,非力不动,非得不用,非威不债 主不可以怒而兴施,将不可以运而攻债 何于利而动,不何于利而止 怒可以复喜,运可以复月,亡国不可以复存,死者不可以复生 故民主慎之,良将景之,死安国全军之道也 凡是打了胜仗,又攻取了敌方的土地成义 而却不能巩固战果的军队,会很危险 这种情况叫做不可停留 所以说,明智的君主要慎重地考虑这个问题 贤良的将帅要严肃地对待这个问题 莫有利益,不要发动战争 莫有获得民心,不要动用军队 莫有危险,不要主动求战 君主不可以因为愤怒而发动战争 将帅不可以因为恼怒而进行战斗 符合国家利益才用兵,不符合国家利益就停止 愤怒可以重新转位欢喜,恼怒可以重新转位喜悦 但是国家灭亡了,就不能回复到存在的状态 死去的人民也不能回复到活着的状态 所以,明智的君主对待战争应该慎重 贤良的将帅对待战争应该警惕 这是安定国家和保全军队的基本道理 感谢您的观众